接下来今天追新闻的话题来看 目前中东的情势越来越紧张了 不只是以色列哈马斯在打仗 美国跟伊朗之间的纠结越来越深了 拜登更是直接出手去进行轰炸叙利亚的一个动作 那由于这几天呢 美国驻中东的基地不断的传出被民兵攻击 被侵袭事件 现在这些袭击事件几乎都被认为说 是不是跟伊朗有关呢 而且这些侵袭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目前在这个美军驻中东基地里头 已经造成了好几十个军人受伤了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伊朗的外交部喊话了 说如果以色列不停手继续轰炸加萨的话 继续报复哈马斯的话 那么他们就喊话说 美国肯定难以幸免 那现在美国总统拜登他终于也出手了 拜登说千万不要把美军当成目标 否则美国一定会做出回应 这个是拜登也是非常罕见的 对伊朗公开警告 而且说了重话 美国不只发言警告 美国的五角大厦证实 在10月17号的时候凌晨 美军这次轰炸的是哪里呢 不是直接针对伊朗轰炸 他们是针对了叙利亚的两个据点 来进行攻击行动 那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就说 这次的攻击是拜登直接下令发动的攻击的 那这起中东战火 除了让美国伊朗的恩怨浮上台面之外 我们来看看哈马斯的武器 到底是谁提供的 以军最近展示了不少的 从哈马斯那儿找到的武器 哈马斯的火箭推进式手榴弹 这个手榴弹是北韩制造的 另外破极炮弹 这个是来自伊朗制造的 眼看中东的局势越来越混乱 而最近因为战争的关系 以色列境内的买枪的人数也大为增加 很多人都要去买枪来自卫了 因为以色列规定 买枪一定要申请许可证嘛 你有了许可证 你才能够拥有枪支 因此最近在一个礼拜之内 以色列有将近万人去申请买枪许可 但是不是每一个住在以色列境内的人 都可以去买枪的 是有差别的 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 你申请许可 很容易可以拿得到 他们说之所以带枪是为了保护自身安全 所以申请许可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如果你住在以色列境内 但是如果你是巴勒斯坦裔的民众的话 你就算是申请一辈子许可 你想要买枪 你根本是不可能拿到许可证的 因此有巴勒斯坦人就说 他们就抱怨了 说同样都是要保护自身安全 为什么他们怎么申请 都是拿不到枪支许可 但是只要是犹太人想要枪的话 以色列甚至会免费发放 那这个部分让以色列境内的 巴勒斯坦民众相当不能接受 那么正常管道拿不到枪支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进行了 走私进口枪支 感恩 我开心 若您进口枪支